好 下午的時段的話 我們會介紹一下台灣駭客協會 我相信大家對台灣駭客協會可能不太陌生 不過我還是必須得要介紹一下 台灣駭客協會的話是我們這幾年度 台灣駭客年會這個研討會的主辦單位 我們其實在2015年的時候 我們成立了台灣駭客協會 讓這個以前是一個社群 現在變成一個正式的法人組織 讓我們可以做更多事情 當然我們大家從2005年到現在 已經16年了 我們其實有很多的事情想要做 包括說我們想要推廣資安 包括我們想要去做更多更多的計畫 像是辦研討會 辦比賽 還有就是做一些平台 讓更多的企業跟政府單位都能夠受用 所以我們等一下這段時間的話 我們會介紹一下我們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那當然我們這邊會分成幾大類 像各位可以看到左邊 我們有分成我們有辦會議 我們有辦競賽 有課程 平台 跟社群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依照這五大類 跟各位簡單的勾勒一下 到底HECON 到底台灣駭客協會在做哪些事情 那當然我這邊先給大家看一下時間軸 其實在一整年度 我們整個協會的專案非常非常多 那當然我們的資源是有限的 我們人力也是有限的 但我們希望能夠最利用這些資源跟人力 去讓很多很多的推廣還有很多的教育都能夠達成 所以在我們一開始我們其實會有一些計畫 像是HECON Zero Day 還有像是我們的社群補助等等 這個東西的話是常態性的 就是說我們是整年度都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所以在場可能有些學生社群或是有些資安社群 他們會想要辦活動 他們會想要做很多很多的計畫 但是可能沒有經費 那如果我們協會在心有餘力的時候 或是我們有些資源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能夠多贊助 能夠多支持這些社群 那再來是Chaining 那Chaining的部分的話 其實在我們在3月份的時候 我們其實包含說我們的HECON 還有我們的Chaining 其實都有去Code for Papers 那我們也會去做一些招生 那到了現在 其實我們本來HECON 2020的這個研討會 本來應該是要在像是7月份的時候舉辦 那今年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都往後推延了 那也讓我們今年的研討會 從純實體的變成是實體加線上混合 所以我們今年的改變實際非常非常多 再往後的話 我們其實還有其他的計畫 像是HECON等等 那這個就是在之後的 然後以及在年底的時候 我們會有CTF 所以讓大家看到 現在大家的時間軸在這邊 那以後呢我們還有更多的活動 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參加 那以下呢我就簡單的來為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在這一整年度裡面 首先我們在過往期有辦一個叫做HECON Pacific 那它是一個比較針對企業的一個資安的研討會 那過往都是在可能11 12月 那它會去希望說 我們能夠講一些企業想要聽的一些議程 也讓企業跟政府單位都可以來宣導一下 資安的策略啊 資安的政策 並且能夠溝通 我們希望能夠藉由這樣的一個研討會 去給更多企業該聽的一些知識 那跟我們傳統的這個HECON Community的差異在於說 HECON Community它是一個純技術的一個研討會 所以它會講很多是最新的研究 我們邀請很多國外的一些講者呢 來台灣做一些分享 當然在今年度我們國外的講者幾乎都是用預錄的方式 只有一場是我們真的請到現場來 所以這個是今年度比較不同的一點 因此呢今年度我們是把HECON Community呢 跟HECON Pacific整合為一 所以在今年度的議程你們會看到有 這個在議程表上有一個tag 就是有一些是給企業聽的 那就比較偏向企業的管理策略等等 那有些是技術的 那例如說我們今天的 還有我們下午的等等很多議程 都是屬於技術的talk 再來右邊是一個叫HECON Free Talk Free Talk它就是一個不定期舉辦的 舉例來說當有發生的一些比較大型的資安事件 那我們協會想要說我們要澄清一些看法 或者說我們想要去導正一些正確的觀念 那我們就會辦這種免費型的Free Talk 然後來讓更多人來聽我們針對這個事件的一些解讀 所以這是我們有關會議類的一些活動 再來下一個就是所謂的競賽類 競賽類大家最清楚最熟知的應該是HECON CTF 那CTF的話基本上它就是一個我們有出國比賽 那我們有在台灣自己去舉辦這個國際級的一個CTF的比賽 那怎麼樣算是國際級呢? 其實有一個參考就是HECON CTF的決賽 那當你得名的隊伍的話 其實是可以得到DEFCON 就是美國DEFCON他們的比賽的一個決賽的資格 等於像是一個種子賽一樣 那這代表說我們的這個HECON CTF的競賽呢 是受到國際的肯定 它的品質然後以及它的一個這個量測的這個準確度 都是十分的高 所以我們也看到很多國外的一些CTF的隊伍 他們其實對HECON CTF的評價是超級高的 所以在這邊是由我們的HECON CTF戰隊所負責 那這是一個很棒很精采的一個比賽 再來中間的是HECON Hack Door 這也是我們在這景的一個新嘗試 我們覺得說學資安呢 不僅是說我們去打War Game 打CTF 我們更希望能夠用一些現實的一個 等於線上跟線下的整合 利用一個生活上面的一些資安的一些考題 或者說像是在玩密室一樣 當你被關在密室的時候 你要如何運用你的駭客能力 你的資安能力去解開來 然後去逃離這個房間 那這個活動呢 在之前也是廣受好評 那麼經驗度更擴大舉辦 那等一下我們也會有一個章節 來專門去說明一下HECON的HECON在做什麼 再來右邊的話是我們在年底的時候 都會舉辦叫做HECON Defense 那Defense競賽它是針對企業的防禦的競賽 我們會有一些社群的夥伴呢 他是扮演攻擊方 這攻擊方呢會去打各種的攻擊跟掃描 然後看哪一家廠商 或是哪一家企業 他們的防禦隊伍能夠正確的預防 跟做一些回應 那這個比賽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別 因為它不是一個攻擊類型的比賽 而是一個防禦類型的 所以我們也聽到很多的企業 它其實對於這樣的比賽是很受好評的 因為他們可以真的知道說 他們內部的資安人員是否能夠做好防禦 所以以上這是我們三個 比較特別的一個競賽的類型 再來往下是課程類 課程類的話就是HECON Training 我們過往如果有時間有資源的話 我們在暑假HECON的Summer Training 跟寒假也不算寒假 就算是冬天 叫HECON的Winter Training 我們的Winter Training並不是說是 由我們來去教大家資安是什麼東西 而是我們會去蒐集很多講者 他們可能想要教 但他們沒有一個平台 可以去幫他去做一些宣傳跟媒合 所以HECON Training是 尋找哪些講師他可以講 他也想講 他想要教東西 那我們去幫他 串接很多很多的學生 來去聽他的課 那HECON Training的話 在今年度也是廣受好評 因為開的課非常的多 然後報名的學生的人次 也是十分的多 那我們也往後會希望說 大家可以多參加 不管是上課也好 教課也好 HECON Training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再來往下是平台 平台的話我們有兩個比較特別的平台 一個叫HECON Zero Day HECON Zero Day它是一個漏洞通報平台 因為過往很多資安專家 他其實對於通報漏洞是比較會害怕 因為他覺得說企業 不知道會怎麼樣去解讀通報漏洞這件事情 因此HECON Zero Day是作為一個橋梁做媒合 通報者他可以藉由平台通報漏洞給企業跟政府單位 那政府單位也會把一些漏洞的處理狀態呢 樸實地去直接呈現在網站上 所以他整個處理的流程是公開的 甚至說有些企業跟政府單位 他們會去給予獎金 這讓你們的通報給予一些 不管是感謝狀、獎金等等 那這樣子我覺得會讓我們的企業、政府單位 跟通報者達成一個正循環 這就是所謂的HECON Zero Day 以及有一個HECON的知識庫 HECON Knowledge Base 我們在這邊的話會有一個 像是Blogger的平台 這平台上會歡迎大家來投稿 然後你們可以去投不管是CTF的WriteUp 或是你們針對一些大型資產事件 的一些解析等等 那這些文章我們希望能夠讓各位 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可以去簡單的去看 資安的新聞跟資安的文章 社群類我們有兩大社群 一個是HECON Girls 我們等一下的HECON Hackdoor的主角 Turkey 她也是當初的發寫人之一 那HECON Girls它最有名的一點是在於 它是純女性的一個資安社群 那它也是希望說能夠教大家資安的 不管說你要如何去就業 你的資安的技術也好 那都能夠在這個社群裡面去做一個傳承 或許有人會說為什麼需要HECON Girls 那其實這個當然由我來講是有點奇怪 不過很多女生在學習資安 或學習這個資訊的時候 它其實是會有一些阻礙 因為社群裡面男生居多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四周 其實男生比例是極高的 那女生在這種環境之下 想要學資安有的時候是會比較害怕 或是受挫的 而在HECON Girls這個純女性的社群的幫助之下 其實很多很多的女生都投入資安的產業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那也有人問說有HECON Boys嗎 目前還沒有 但未來搞不好 搞不好會有所謂的HECON Kids 也不一定 因為像現在學生可能很多小朋友 都想要學資安 所以這可以等以後的這個新成員們 如果有小孩的話可以弄一個HECON Kids 再來是HECON CityF戰隊 剛剛有提過我們有HECON CityF的比賽 那HECON CityF的戰隊的話是 他們是專門去出征全世界各大的 這個駭客競賽 CityF的競賽 那各位耳熟有想像是DevCon 那我們其實在這幾年的話 幾乎每年都有得到還不錯的名次 那最棒有達到亞軍過 所以這也代表說台灣呢 在全世界資安的能力上面 很多是靠HECON CityF戰隊 跟CityF的聯隊所達成的 所以包含說HECON CityF戰隊 還有像是Belsen等等 都是我們這些好夥伴一起去出國打 這個各種的CityF競賽 最後的其他專案 像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社群補助 其實台灣有很多資安社群 各位可以在我們的一個社群攤位上面看到 有很多學校的社團 或是有自發性組成的一個資安社群 這些社群不一定有經費 能夠去辦很多的活動跟課程 那如果說我們協會在有能力的時候呢 會希望能夠多幫忙這些社群 讓他們茁壯 再來就是在過往我們有辦過一次 叫做HECON的HECSON 那我們也希望說能夠讓社群 校園研究等等的一些能量 投入到資安產業裡面 然後讓產業可以更火化 讓資安產業更蓬勃發展 以上就是我們現在全部全部的 HECON協會的這個專案 那以後我們搞不好會有更多的計畫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多多來參與 那接下來的時間的話 我們就交給Turkey來為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的HECON Hack Door 好 大家好 然後我是代表台灣駭客協會 然後來介紹 我是駭客協會 HECON Hack Door的負責人 我是Turkey 好 那在跟大家分享HECON Hack Door之前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HECON Hack Door誕生的小故事 就是在HECON 2018年的時候 就是我有觀察到就是 很多人都會正相報名密室逃脫 就是大家會糾團然後去各地 然後挑戰每一個業者的密室逃脫 那我們就在想 為何我們不創一個 以駭客為角度的駭客密室呢 所以說我們就找了一群資安社群的朋友 一起來創造這個HECON Hack Door 好 那我們希望這個HECON Hack Door 不僅僅是一個密室逃脫 我們希望它是一個各界都可以挑戰 然後可以從中學習一些 資安知識的一個活動 那HECON Hack Door有幾大特色 然後要與大家分享 第一大特色呢 它是我們就透過一些故事包裝 將一些真實的資安的事件 資安的問題 融入在我們的故事劇情中 那第二個呢 它在挑戰密室之前呢 我們有舉辦一個workshop的 一個手把手的食物教學的課程 那所以說大家可以透過 我們提供的教學課程 以及我們的實作實戰 來從這個HECON Hack Door 學習到一些資安的一些相關的技術 好 那HECON Hack Door 有哪一些類別的題目呢 我們有非常多樣化的題目 融入在我們的HECON Hack Door 首先呢我們有IoT相關的一些 的設備的問題 那也有web security相關的一些劇情在裡面 那也有一些無線網路的安全性的一些問題在裡面 那也有譬如說密碼學啊 然後網路安全啊 或是辦理分析相關的類型的類別的題目在其中 那很多人都會說那我只熟web security 那我可以玩嗎 那所以說我們非常鼓勵大家 組團來一起來挑戰我們的駭客密室 那透過一些團體實戰的經驗呢 的過程中呢 大家可以一些貢獻自己的所學 然後一起來挑戰逃脫我們的駭客密室 好 那這個剛剛有講到吧 這個HECON Hack Door 它是誕生在2018年 那很多人就是參加完 就是我們有收到很多很多的一些意見 那參加完都說真的是太好玩了 顛覆我對治安學習的一些想法 因為傳統的治安學習都是講師在台上 然後學員在底下 然後跟著老師來做始作 那其實過程中是比較枯燥乏味的 那HECON Hack Door 它不僅僅是學習 它有融入一些遊戲性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說你在過程中你可以學到東西 那又覺得它非常的有趣 那有一批人就寫信帶說 那你們每次公開HECON Hack Door的場次 一下就報名完了 一下就額滿了 我根本就沒有機會報名到 所以說呢 大家的心聲我們都聽到了 沒有啦 所以說我們就是 今年的時候我們就讓HECON Hack Door 經典重現 那我們就是與中華電視學院板橋所 這邊一塊合作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HECON Hack Door的 原汁原味的重現出來 那所以就是它的 密室的開放時間就是每週五的 兩點到四點這段時間 那如果大家對想有興趣想報名 或者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寫信到我們的 客服信箱 那讓可以 然後最後呢 要感謝就是 可以讓這個密室呢 重現 就是要感謝我們背後的支持者 第一個呢 就是 感謝我們的 中華電視學院 然後以及 經濟部工業局還有製撤會 好 那就是今天呢 我要特別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有提供給HECON 2020的 會眾的 專屬的優惠場次 只要呢 你憑著你的HECON 2020的 報名資格 就可以來 享有我們的優惠價 一千元一個人的 優惠價格 那有任何的 更多的相關資訊 都可以掃這個QR Code 好 那我看到很多拿起手機 不用擔心 就是HECON Hack Door的 相關的活動介紹 都有在大家 昨天拿到的那個 會眾的 很精美的盒子裡面 然後我們有準備一個 很漂亮的傳單 對 然後上面就有 今年的一些活動資訊 好 那我們有提供給 HECON 2020的 會眾的一些 三個限定場次 10月16 10月23 跟10月30 對 那每一個人數 每一個遊戲的場次呢 是八人成團 然後上線是12個人 所以說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就歡迎大家 一起糾團 來參加我們的 駭客密室 謝謝大家 其實這個駭客的密室 我自己也有去玩過 那我覺得它是非常好玩 因為它除了玩之外 它還會教你說 你要怎麼樣去破解 例如說 某些東西 那包含說開鎖啊等等的 這種東西都會在裡面 那對 我覺得大家可以有空的話 多嘗試一下 那在這個進度下一個talk之前呢 我這邊也跟各位小聊幾句啦 就是今年度 我覺得是蠻特別的一年喔 大家不僅是發現說 我們HECON的 不管是風格也好 或者說像是 總召都換人了喔 大家會覺得 發生什麼事情嗎 其實我覺得這 今年是一個很棒的一年 因為相信大家 如果有人認識我的話 你們會發現我其實已經辦滿多年喔 那到底我們什麼時候還可以順利的 把我們這些 這個重擔往下交呢 那今年度其實很幸運的 我們有找到像是 Sean Mars跟John 他們這個總酬組的團隊 我覺得是可以讓 HECON能夠有些新的氣象 而且他們是辦得非常非常的成功 那也希望 今年度的活動大家可以喜歡 接下來的時間的話 因為我們有一位這個 合作夥伴 戰略廠商 還有協辦單位 像是TW社 TWNIC 他也會跟我們做一個小小的 一個簡短的分享 那請各位掌聲歡迎一下 這個TWNIC的夥伴 好 那大家好 那我是TWNIC IP組 工程師蔡根達 那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講一下 國際及台灣IPO發展介紹 那我相信應該蠻多人 對V6應該有 至少一定有聽過 那只是有些人可能在開始用 那有些人可能還沒有 所以今天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講一下 那目前IPV6整個 在國際發展的狀況 還有台灣 在目前IPO這個領域裡面 它的使用 還有一些量測數據 讓它知道 其實V6不是未來式 那它是在進行中 而且發展得非常的快 好 那首先先看一下 什麼是IP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 所以不用多講 那IPV4大概是1981年 開始出來的 那可能有些人已經出生 有些人還沒有 那它數量2的32次方 那總共約列接近 大概42億9千多萬個IP 那可能很多 可是目前地球人口已經70億了 所以平均一個人拿不到一個 用平均概念來看 可是平均概念有時候會有點偏頗 好 那為什麼會有IPV6 講白話就是V4的位置 算不夠用 那不用怎麼辦 那所以 有一個技術叫NAT 應該每天都在用 它可以節省IP 那它有好也有壞 好 那所以V4位置不夠用 那最簡單的就是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變更多 那平均概念老實說是 沒有辦法直接變多 它不像電話號碼 多一碼就好了 它總數都是固定的 那怎麼辦 好 那我們提出一個新的 通訊協定 IPV6 它的位置數量非常的多 多到2的128次方個 好 那V4我們通常會 你有幾個V4IP 你公司有幾個 V4的Public IP 那在V6不會講幾個 都是幾段 因為它的位置數量非常的多 那它是大概在1999年開始討論 那時候就想說 全世界V4的發放 這樣子可能不夠用 所以1999年開始討論到現在2020年 所以它前幾年可能它發展沒有那麼快 到現在發展實用非常快 那以每個全世界主要國家來看的話 那V4位置接近43億個 美國拿最多 它平均1000個人 它可以有4911個 大概是一個人有4.9個IP平均 那台灣的話 好像取得V4IP第14名 大概一個人有1.53個平均 所以其實就台灣來看 V4的數量還夠 所以一開始V4 美國對V4的發展不是那麼積極 可是它後來意識到 V4在網路社會越來越重要 那尤其很多的全世界的主要的一些 不管是軟硬體或內容業者 都有在美國設定 或是從美國發跡出來的 所以一旦美國決定要發展 它的速度就會非常快 所以早期是比較缺V4的國家 會擁抱IPv6 可是現在不一定 V4位置主要國家它也要積極發展 因為這已經是非常明確在進行中的趨勢 或已經是在進行中的進行式了 好 那V6它談了這麼多年 那談到現在就是V6是一個必須的 它進行中的 尤其是在搭配視覺5G 它有很多可以搭配現在最新的技術 那V4不夠用了 好 可是V6加進來 它沒有辦法直接取代V4 所以它目前是雙軌制 雙軌並行 等於大部分環境都是在V4 進行中在V6把它加進去 所以對網路管理者可能稍微辛苦一點 你可能要管理兩套IP 兩套通訊協定 那對於4G跟5G加進來 那因為現在可能手機是一個重要的行動裝置 你需要always在線上 所以always在線上 那IP數位耗用比較多 那當然ISP會提供大型的CGN NAT的方式 來幫你做轉換 可是最終如果你有IPV6的話 因為V6的IP位置非常多 可以創造更多的應用出來 那對物聯網更是適合IPV6 如果你的裝置 如果它的功能豐富點 你可能可以直接用IPV6 達成peer-to-peer 不會被NAT所阻擋掉 那當然這個可以搭配其他近端的一些應用或通訊協定 那IPV6本身它其實可以用自動定時 還有類似隨它使用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物聯網有使用IPV6 相對會讓你物聯網去部件會更方便 那談這麼多 那全世界目前用V6的狀況如何 那這個是Google量測 其實全是一些主要的單位 或是廠商做一些量測 因為每天在Google它就可以去量測 你這個user的設備 用V4來或是V4 或是用V6來 那多少人的環境有V6 那全世界來看目前已經超過30%的user 那user通常是無感的 只要IP給你 你有用V6 你在用了 你根本是無感的 可是從網路委員能源 或是一些內容業者來看的話 那全世界大概是100個user 他們的網路環境 大概已經超過30%有V6了 那現在中端設備幾乎100%都有IPV6 所以這個發展是非常快的 你看從2012年幾乎是0%到現在已經30幾%了 所以這個趨勢會一直往上 那我們再來看國家 剛才是全世界平均起來 那國家呢 第一名是比利時 那台灣在第八名45%左右 就是Google量測 像APNIC或Facebook他們有自己量測 不過他們都還蠻接近的 台灣目前都在40幾% 所以V6在台灣 早些年可能很低 可能也是大概1、2% 到現在已經有40幾%user了 所以代表著大家現在學網路 學資安 你不能只是只看V4而已 那你可能 我現在網路沒有V6 那你要注意 你的網路有沒有被人偷偷打一個Tone就加入V6了 這樣可以穿透你的網路裡面去 所以你不用 你還是要學 你要注意有沒有被人偷偷加入你的網路裡面 只要你要上網 從現在開始V4、V6都要去兼顧到 那這個是台灣的發展狀況 你可以看從2017年 就快速的發展上去 那最主要就是台灣的電信業者 大概2017年、2018年 4G開始加入IPV6 那在行動業 這個領域比較簡單 因為它只有中端 就是你的手機設備 跟頭端機法 所以XP只要開始加入V6的話 我這邊只是4G業者 user幾乎都在用了 那你現在台灣前五大的4G業者 前四大都已經支援IPV6了 所以你跟他申請 你不用再特別跟他說我要V6 就有了 那台灣之星目前還在努力中 那甚至連手機有V6之後 你手機熱點分享 下面接上來的連上來設備也有V6 所以你已經是再用了 那這樣你可能要去思考 那我還可以用它做什麼 那所以就我們來看的話 IPO的未來發展觀察 那台灣的業者 其實在行動業已經都 像剛才看到的中華電源已經80幾% 然後台灣大概到可能7、80% 好 那IPO使用率逐漸升高 那甚至國外的ISP已經有些人在思考 那我是不是給user以後給他V6 我就不用去管理兩套路由 我到underuser家裡面 我花那麼多成本 那這當然是有一些轉換機制 所以要去學習 所以這個已經不是說 還很遙遠的未來 它已經在發生中了 而且這塊的潛力還蠻大的 好 但是對連線呢 那連線V6可以避免NAT 因為NAT就是V4位不夠才出來的 它友好有些人把它當成簡易的防偶牆 可是其實現在反向攻擊也很多 所以你不能只靠NAT 你要一些防偶牆 實體防偶牆或亂體防偶牆做防護 那現在你可能要同時去注意V4和V6 好 那CDN跟Cloud雲端現在很多平台 它也像Google、Amazon它也支援IPV6 甚至你可以自己申請V4和V6 IP 好 去用到你在他們的雲團平台上面 用自己的IP 而不用用他們的IP 可以有 那只是要透過他們的ASM帶出去 好 那在國內的話 有些網站 我們剛才看到的是End user方面 可是有些網站可能還沒有追加IPV6 那這塊前幾大業者都有了 那可能有些可能還需要再努力一下 好 那 跟這個Session最有相關就是 IPV6的風險開始出來了 以前沒有人用 沒有人用不用管 可是現在已經 全世界已經三十幾%人在用了 那你的網路如果沒有防護好 別人也很容易可以加入V6 那自然風險就出現了 那所以這一塊確實 只要一個新的通學 你的新技術進來 一定有它的好處 也有它的風險 那這些都是需要去注意的 那TWNC有 對這些ICP的網站 如何建置V6 其實當然有去撰寫一些手冊 那也有一些安全的防護建議 在網頁上提供給大家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對IPO的介紹 謝謝